朋友们是不是觉得现在疫情很难呢 但是比你更难的 其实是你农村老家的亲戚们 接下来1.2亿的中国农村老人 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威胁 因为春雨马上就要来了 一场更大的灾难 也许正在等着这些毫无防备的老人 如果说你有亲友在农村 也请你一定一定要仔细地看完这条视频 这段时间有个反差是非常强烈的 当城里人天天刷着朋友圈 囤着口罩抗原退烧药的时候 在很多的农村却是另外的一番让人震惊的景象 很多农村老人还以为 真的就是可以靠黄豆煮水 白菜鸡煮水来治病的 发烧了咱们就盖几床被子发发汗就行了 河南的一位乡镇医院的医生就说 村民看病基本不戴新口罩 可能半年一年才换一次 还有一些农村的老人 就算是在发热门诊也不戴口罩 终于要迎来狗蛋催花回家过年了 这村里的大姑二舅那是笑开眼 赶大吉的开大齐的 走轻防友人山人海扎堆聚集 他们还特别爱村口的CBD 那是二婶大姨的八卦鞋散地 唠嗑打牌织毛衣 捡了就是一个大型羊了羊的游戏 他们不是不注意 是根本不懂 在农村地区老年人有超过三分之一没有上过学 还有快一半只读到了小学 更糟糕的是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 农村有70%都是空潮老人 家人不在身边 他们不光没有防护意识 不懂得防护知识也很难辨别网上电子包将谣言图 这一片一个准 而这样的农村老人到底有多少呢 1.2亿 按照咱们社科院的统计呢 每四个农村人里边就会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那这个比例呢可是城市的1.6倍 更严重的是他们倒下之后 医生护士呢是根本不够的 农村到底有多缺医少药呢 2021年乡村医生呢只占到了全国医师总数的15% 可是他们却要为全国近45%的老年人兜底 所以说呢我非常郑重的建议各位啊 如果说你在农村有亲戚朋友一定一定要做好两件事 第一平时请多和家里的老人联系 和他们科普一些防疫知识 叮嘱他们要戴好口罩 少串门 这口罩药品如果老人不会买的话呢 也请你一定要给他们买点寄过去 第二当你回村的时候 你要随身的带一瓶酒精喷雾 从下车的那一刻开始啊 就从头到脚的一身喷你平时到底怎么打发辣的 你就怎么好好的给自己消个毒 这才是对他们最大的负责 这两天呢高层也已经下发通知了 要加强医疗资源配置 提升农村地区重症的救治能力 相信一定能扛过这个冬天 关注小瑶 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 你会想赔那一步 咱跟 few делает 最后一样 sang串割剤扑的人 matters